天道蒙蒙主铁坝曾淫妇在2016年因为拘禁领一名舰伤被判刑14个月 去年入监服刑 而今天是他服刑期满出狱的日子 现场来了好多辆黑色名车迎接 场面相当浩大 警方不敢大意动员了大批警力前来戒备 连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都亲自出马压阵 几十辆黑色轿车出没在宜兰监狱附近 警方不敢大意足以检查身份就连警察局长也亲自出马压阵 这么大阵仗是因为这是黑道大哥 也是天道蒙蒙主铁坝出狱的日子 天道蒙最年轻蒙主号称铁坝的曾淫妇 2016年年底因为不满一名黄姓建商 急欠他的妻子以前600万元 教唆手下到黄姓建商公司楼下赌人 还将他强行炉走 关押囚禁三天两夜 遭法院判处一年两个月定业 并在2022年9月入狱服刑 服刑期满14号这一天 铁坝重获自由 请友们出动近20辆黑车迎接 其中还有三辆要价不菲的劳斯莱斯 警方则动员其实为远警更派出四辆警车 还有四辆真防车戒备场面非常耗大 以事先约制告诫 事中严正执法的态度 落实人车管制疏导 远防帮派分子有滋饶 由于铁坝晚上会到台北市中山区的餐厅 参与大早的庆生晚宴 警政单位也会持续掌握行踪 提前部署避免邦派分子惹出声端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